大家好,这期跟大家交一个作业 也就是上一期跟大家分享 由于这个南瓜苗被一些虫害啃时 每次成的瓜都被虫害啃了 经过了给它使用一些药之后 然后再给它打车机 给大家看上现在成的瓜又开始逐渐的生长了 在节瓜区水分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我们不仅要每天给它浇水 还要隔三差五的给它使用一些水溶肥 如果觉得使用水溶肥麻烦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塑料复合肥 虽然说有机肥是好 但是有机肥细放的养分比较慢 往往满足不了生长需求 南瓜它是一种植物 但是它也是同样和盐一样 到了生长发育区的时候 要不断的补充养分 如果没有充足的养分 导致整个人营养不良 生长的不够强壮 就容易得病 那么这些南瓜也是同样 我们要给它补充养分 才能让它在生长发育区的时候 来满足生长需求 才能够让它长得快 而且提高抵抗力 还有抗病能力 那么我们就结合复合肥来给它 适用 因为这种复合肥 它所含的蛋铃甲元素比较丰富 尤其是甲岩素含量偏高 是17% 只要甲岩素含量足了 瓜条才会长得庞大 我们来看看这条南瓜 看下长得又长又大的 像这么大的一条瓜 可能有七八斤重了 我们只要养分充足了 让它一直生长的话 有可能长到20斤重 好了 就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南瓜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